高鐵炸彈案的兩個嫌犯已經落網 警方也在胡姓祖賢的住處 發現了銅裝甲醇 硫酸等48件證物 跟胡姓祖賢同住一棟大樓的鄰居表示 對他了解不多 而警方已經將證物全數帶回 並且繼續準備進一步的調查 僅僅鑽辦高鐵及立委盧嘉誠服務處炸彈案 4月16號南下台南新營 前往嫌犯胡宗賢住宿搜證 找出銅裝甲醇 硫酸及宿物機等48件證物 小心翼翼裝箱 並以大貨車連夜運回刑事局調查 鄰居說男子常叫外賣素食 卻不應門 舉止奇怪 管理員也說 胡宗賢根本不跟鄰居打招呼 這棟大樓看過他的人也不多 那裡沒你太早問 沒有啦 這棟大樓的住戶都沒想到住在旁邊的鄰居 居然就是電視上報導危險的炸彈客 聯合報酬星節台南報導